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毛孔是打开的 人体当中这个水分可以通过毛孔 汗液的方式排泄出去 天气寒冷的时候我们这个毛孔就闭上了 就不能通过汗液的方式排除了 只能通过另一个通道 也就是尿液的方式排除 肾脏它就比较怕冷的 肾阳不足或者是再加上天气寒冷一个刺激 所以在寒冷季节我们一定要保护我们肾脏 尤其是我们的脚 我们的脚踝一定要护住了 脚上有很多人体的反射区 当我们脚凉的时候 也是反映告诉我们 我们要多保暖来保护我们的肾脏 今天各位养生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健康问题 都可以过来问孟老师 今天又是孟老师爱操心的一天 肺大家应该都知道 它对我们的呼吸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肺一旦出现问题 对健康就有很大的影响 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两个保护肺部的穴位 首先可以按一按太白穴 太白穴就在脚的内侧 第一植骨小头后下方的凹陷处 那这个穴位为什么能够保护肺部呢 这是因为太白穴在足太阴脾经上 而足太阴脾经其实是经过肺部的 所以通过按摩太白穴可以帮助我们刺激到肺部 有很好的养肺护肺的功效 那刺激这个穴位可以呢用食指稍微用力的做圈状按摩 以微微感到酸胀痛为度 每天坚持按揉三到五分钟就行 还有就是可以按摩曲池穴 曲池穴呢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 就在胳膊稍微弯曲时肘横纹尽头的凹陷处 那这个穴位可以呢提升肺功能 按摩时可以呢用大拇指用力的按 按的时候要保持五秒钟 然后呢再抬起来 这样反复按五十次就行 那取直穴最大的作用呢 就是可以治疗支气管炎 呼吸不畅飞出血等症状 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常按一按 还可以呢帮助我们保养肺部 乳腺增生困扰了呢很多女性 那乳腺增生如果久之不遇的话 就容易恶化成呢乳腺癌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的防治它呢 今天就给大家呢推荐两个中医的按摩方法 可以呢起到活血化穴 加速气血运行调节内分泌的作用 第一可以挂一挂脚上的胸腺反射区 位置呢就在第二个脚趾到第四个脚趾的这个区间 那这个区间就是管胸腺和乳房的 那么有乳腺增生的就可以按一按这个地方 按摩时可以涂点润滑油 然后用拇指从脚趾根往上来回的推 每次推个十分钟左右就行 那这个区域主要是治疗乳腺增生的 如果有受乳腺增生困扰的女性朋友呢 不妨试一试 第二可以按摩曲全学 曲全学在我们膝关节内侧 大腿与小腿连接褶皱尽头的凹陷处 那曲全学属于足缺阴肝经 而我们呢很多时候乳腺问题都是肝气预解导致的 那曲全学具有疏干理气调经指带的作用 按摩这个穴位的时候 要用两个手同时进行按揉 每次五分钟左右 早晚各按一次 就能够很有效的疏通肝经 对治疗乳腺增生效果很好 那要注意按摩期间 不要进食油腻吸辣的食物 并注意避免着凉 吸烟有害健康 这个我们都应该知道 那当你购买香烟的时候啊 烟盒上面呢就有吸烟有害健康的标识 那吸烟对我们的伤害呀 最大的就是肺了 那除了肺之外 还有哪些危害呢 下面我们就一起拿来看一下 一 长期吸烟可能导致血栓引发各种的心脏疾病 这是因为呢 吸烟的时候会吸入一氧化碳 那一氧化碳呢 会降低血吸收氧气的能力 而香烟中含有的尼古丁会使心跳加快 血压升高 心脏的承受能力减弱 引发呢各种心脏疾病 二 吸烟呢会引发多种的脑部疾病 长期吸烟会降低循环脑部的氧气和血液 导致呢脑部的血管出血和闭塞 使智力衰退引起中风 三 吸烟可能呢导致口腔癌和喉癌 那吸烟时 烟中的胶油和烟雾产生的热量 会使唾液吸烟发炎 那嗅觉和味觉呢能力减退 这样就很容易导致口腔癌 最终导致喉癌 所以既然抽烟的危害这么大 还不快点扔掉手中的香烟 还自己一个健康的好身 现在呀脂肪肝 酒精肝 肝硬化等疾病 已经呢是常见病了 而肝病的发生 都是呢和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 那么想要养肝护肝 就要呢做到三点 第一呢是不要喝酒 酒是肝脏的大敌 不管是什么酒 对肝脏呢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 那第二呢就是尽量少生气 我们都知道生气伤肝 如果一个人呢非常爱生气 那就说明呢你的肝火太旺盛了 第三就是要注意休息 不要暴饮暴食 如果暴饮暴食的话 对肝脏呢会有很大的伤害 还有睡前呢要做到两个不要 不要玩手机 不要吃夜宵 如果呢已经有肝病了 那么在吃晚饭之后 要学会静坐 闭目养生20分钟 这样呢可以护肝消失 对肝脏呢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平时呢我们养肝还可以呢推一推肝净 首先呢可以拿一下这样推一推脚 从脚背沿着脚缝向脚趾的方向推 先推左脚 然后呢再推右脚 每个脚呢都要推50次 然后呢再可以像这样推一推大腿 从大腿根的内侧用力的向前推 一直呢推到膝盖 也是呢先推左腿 然后呢再推右腿 也是推50次 所以呢为了我们肝脏的健康 从现在开始一起呢养肝护肝 这样肝脏呢才能越来越好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日常生活中我们一些小的习惯 对寿命啊有很大的影响 就像经常运动的人 肯定会比不运动的人更容易生病 寿命啊自然也就长了很多 那么下面这四种啊会使人减瘦的习惯 你有吗 一 赖床 睡眠充足了才能够解除疲劳恢复体力 但是啊并不是睡得多就对健康有益处 很多人啊都有睡醒之后不愿意起床 总是呢要蒙被子再睡一会儿 而这样赖床会造成大脑皮质过长时间抑制 导致脑供血不足 而且啊赖床会影响吃早餐的时间 容易诱发胃炎 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早上醒来 应该先坐五分钟之后 然后再起床 二 喝水少 如果呀等到我们渴了再喝水 这样啊会加速衰老 而且呢人体缺水还容易损害肾脏和肝脏 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不管是不是渴了 每天都要喝八杯水 每次大约250毫升 温开水呢是最好的 三 不爱笑 经常不爱笑的人 脸上的肌肤的新鲜代谢就会缓慢 肌肤没有活力 很容易呢出现皱纹 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每天都保持微笑 可以延缓身心衰老 四 不运动 现在的人由于工作压力大 越来呢越不爱运动了 而长期久坐呢会导致颈椎病 痔疮 静脉曲张等疾病 而且啊不运动会导致肥胖 还会增加糖尿病 心脏病的患病几率 正确的做法 平时啊可以坐一坐腿部屈身 养我起坐 晚饭后啊出去散散步 或者是进行一些有氧运动 那改正自身的恶习 养成健康的生活好习惯 才能够让我们更健康长寿哦